光丰地区农会信用部金融业务评鉴优异 今年度再度获得农委会颁发农业金融体系最高的农金奖 总干事张明发也亲自北上领取奖项 并且表示光丰农会历年来信用部以及各项业务都稳定的发展 这一次再度的获奖除了感谢同仁和地方乡亲民众的支持肯定 未来也将和农会同仁齐心努力提供稳定高品质好的服务 不论是办理存汇款还是贷款 光丰地区农会信用部同仁都能够提供便捷快速及优质的服务 不仅相信民众满意 农委会及全国农业金库都高度肯定 在今年度全国农会信用部金融业务评鉴中 再度获颁农业金融体系最高荣誉的农金奖 这是一种荣耀 当然在这边要感谢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主管机关 我们的花蹄县主 还有我们的农业金库的各项辅导工作 第二个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地方上的乡亲 光复乡 还有我们丰冰乡的乡亲 长期以来对农会的支持 更重要呢 我们的礼监士 当然在背后也为我们非常的支持 这一张张颁奖的照片 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亲自将农金奖牌颁给总干事张明发 全国农业金库董事长吴敏明也来合影肯定 亲自北上领奖的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这一次再度获得农金奖 除了感谢同仁及地方相信民众的支持肯定 未来也将和农会同仁齐心努力提供稳定高品质的金融服务 我想农金奖得到并不容易 得到不容易 再次得到 我想农金奖它最主要是针对农业金融的各项业务 就是我们的放款品质 风险评估等等的相关业务的整体的经营的一种 一种的绩效 的评鉴 当然未来我们公共地区农会 更会秉持着在地的心 实在的情 更努力的为地方上的农友 我们的乡亲做服务 广播地区农会信用部在总干事张明发 及信用部主任黎秀敬与同仁努力下 经营规模与获利提升 放款品质改善 风险承担能力 历年来都有优异的表现 信用部各个业务也都稳定发展 而得过金安奖农金奖 获得农委会的肯定 今年度全国农业会金融业务评鉴作业 全国有311个农业会 总共有500多件 而光丰地区农会为华联县 唯一获奖的农会 地方也予有荣烟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